嗨,大家好,我是豆点 千门八将,108局 36个天局,72个地局 今天咱们就聊一聊一个顶级的阳谋 瞒天过海局 这个局呢,比较大 因为它玩的是天子 让你真正的感受到什么叫做大局取国 众多的帝王都靠这一局取国的 咱们就讲一下这个刘秀,勾剑,孔明 都经常用的瞒天过海局 这个局看似简单,但特别考验演技 话说唐太宗李世民帅步远征高丽 到达海边的时候 李世民看见波涛汹涌,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大海 心里直打鼓 怕被遮波浪所伤,没有勇气渡海 步将怎么劝说都不肯上船 大将薛仁贵见状 把李世民请到了一艘经过特殊装扮的船上 就是用步遮住了整条船 假装是渔船 把这条船当做自己的家 请李世民到家中做客 酒宴之中船就悄悄的出发了 李世民疑惑的看了一下四周 但是并没有质疑 薛仁贵赶紧把文武百官都请了进来 陪李世民是喝酒作乐,美酒飘香之际 李世民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 不知不觉陷入了憨睡 等李世民醒来以后急忙的揭开帐篷 才发现自己与大军正在乘船渡海 而且马上就要到达彼岸了 李世民也就不指责了 这就是瞒天过海的由来 瞒天过海薛仁贵玩的是唐朝的天子 还有一个故事叫刘秀避祸 玩的呢也是天子 话说往往末年 当时南洋的豪强刘衍刘秀兄弟呢 招募了一批人马 投身到农民棋的队伍中 他们经过多年的征战履历战功 出身贵族的刘衍 自是呢有功卷入了朝堂的斗争之中 被耕使地刘璇杀害 消息传来刘秀是悲痛万分 但是他深知目前呀 自己并不是刘璇的对手 想了很久 他想到了一个前人勾剑呀 吃夫差的排泄物诊断病情的故事 于是恍然大悟 他竭力地克制着自己 并且出人意料地 从征战地赴城赶回了晚城 当面呢向刘璇谢罪 认为自己没有起到监督和制止的责任 由于刘秀在抗击王莽的围剿当中 有卓越的功勋 人呢又非常的谦逊 从来不骄不躁 刘秀呢也不为刘衍扶桑 在刘璇和其他人的面前呢 是有吃有喝有说有笑 跟平常一样 刘秀的表现 不但让原先对他抱有成见的刘璇呢 感到有些惭愧 而且那些战功赫赫的奇异将领们 也觉得刘秀是一个忠厚可教之人 就这样 刘秀才得以逢凶化吉 官拜破鲁大将军 封武信侯 刘秀之所以极力地掩饰自己的感情 是因为他所处的具体环境决定的 是他无可奈何之下的唯一办法 否则就很容易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刘秀逼获之后不敢轻易地表露自己的悲伤之情 但是每当夜深人静独处的时候 他就不沾酒肉 他的枕席上也总是留下泪痕 他的这种做法被他的主妇冯仪发现 冯仪就害怕夜长梦多 就为他出谋划策设法避开了政敌的迫害 带领自己的心腹到河北一带发展 刘秀一计而行 最终实现了自己重建汉王朝的报复 这就是瞒天过海局 顾名思义就是有意地制造一种假象 让人在毫无感觉中渡过大海的意思 他用在军事上 就是一种利用假象掩盖真实意图 取得他人的信任 并利用他人的信任 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也就是说要学会伪装 这一局在现代商战中也经常遇到 就比如说某个城市推出了一项大大的旅游政策 免除该城市最著名景区的门票费用 以此来吸引更多的游客 这个景区是该市的旅游招牌 但长期以来它的门票价格昂贵 一直是游客们犹豫不决的一个因素 市政府在决策时经过深思熟虑 他们认为通过免费提供进入这个景区的机会 可以大幅增加游客的数量 从而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活动推出后果然一时机器千层浪 游客们纷纷的涌入这个景区 场面一度是十分的壮观 然而正当游客分治踏来之际 城市因为人流量过多 不得不实行了限流措施 有些游客远道而来 只得暂时游览了其他景区 政府随机又推出了免费接驳车服务 方便游客出行 大家纷纷的感叹 该城市真是个贴心的好地方 于是开心的先去其他景点游玩了 因为觉得自己省下了门票的费用和车费 觉得很划算 自己真是占了个大便宜 于是很多的游客在该城市吃喝玩乐 好不快活 综合体验了一周 他们觉得此行非常值得 于是纷纷推荐亲朋好友前来游玩 可是回到家里 一算费用才发现 即便加上购买最昂贵的门票的费用 总支出应该和这个消费也差不多 然后回顾这次旅程 想想自己不仅游览了更多的景区 而且体验感也极佳 心里觉得这笔花费确实是物有所值 你看单独去旅行觉得门票太贵 没有门票费用 自己也花了这么多钱 客户的体验度不一样了 也就是说心甘情愿的花了这笔钱 这招满天过海局 让该城市的知名度大增 成功的吸引了更多的游客 也通过当地的旅游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这种满天过海的策略在现实生活中非常常见 你们还知道哪些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这是一个物欲横流 网络飞速发展的时代 从资博的烧烤 到各个旅游城市文旅局的宣传 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 好像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操控着互联网 这股神秘的力量深刻的塑造着当今社会的消费态度 的行为模式 他们满天过海 到底是要干什么呢 所以说我们每个人呀 都是身处在一个局里 有小局 有中局 有大局 小局取财 中局取人 大局谋国 真正的签门 他也不是骗 而是一种高深的智慧 高深的计谋 比武力更可怕的是人心 比武力更有效的 也是人心 任你武功高强 我一样可以把你算计的团团转 任你机关巧妙 我一样可以利用人性的弱点化险为夷 身处现代社会 有些东西看不懂就是要吃亏的 看懂了就可以为我所用 而能做出完美的局 或者看懂局的人 都是懂人性的人 而能破局的人 更是懂得人性和谋略的人 我的系列长视频 无法抗拒的寒门轨迹 带你体会不一样的江湖百变之旅 我的频道是在每周一 周五早上的九点更新 下期的视频 咱们聊聊千门七十二地局中 一个非常暗黑被称为魔道的地局 佛守局 咱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